你好,大家好,我是电影时矿传小鬼 欢迎来到我的小鬼的轻松教学骑兰娜 今天就是要教學這個GTA的伺服器 那這個它是要 然後今天就是要教學這個的 GTA伺服器駕車方面 那 而上一集就有說到 那個多人連線的教學 那這一集就已經說了要教學GTA伺服器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就是去Google打上這個SMP 首先就是SMP然後按上$ 然後就會提醒這個畫面 拿到最底我們會看到這個Windows Server 然後按上它 那如果你是用這個Linners的 Linners的這個 我是Windows嗎 如果你是用Linners這個就按上這個 Miasu的說話 然後我是Windows就按上 那可是我已經下載 然後我可是我已經下載了 所以就不必下載 對 在這裡 然後它打開 如果你要夾碎可以啦 直接夾碎 那我們直接夾碎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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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它點上就過來 GTA伺服器 OK 好 那它已經出現了 對 這個 30點 然後它出現了 然後打開 我們就看到一大堆的這個文件 然後你要確保這些文件都在喔 如果不在的話就有問題了 然後我們就快點看到這個server的 server.esg server的這個設定 server設定的東西 然後我們點擊兩次 就會出現這個東西 那用這個 點擊這個open using already installed software 然後ok 就按上這個東西就直接用了 然後就出現這些設定喔 那 如果你要更詳細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更詳細的那個解釋的話 你們可以來到這個網站 我會放在下方啦 這個網站只是文字的 所以你們也可以來這裡看看 我覺得這網站不錯啦 但是我不是在這裡學的啦 我是去另外一個網站學的啦 然後我這裡就有一個單位 然後我們只用有這個 這二行這個就是管理員的那個密碼 然後看到這裡有這個 Change E M E 然後我們換掉它 Change Me 看錯了 Change E 然後我們就換成密碼 看你管理員有什麼密碼 我覺得用一些更常備的密碼 例如這個 D 然後這個 A 然後1 2 3 那邊大概 弄過一點那個層次感 讓那個 要 就是 有人要破解成為那個管理員 就沒有那麼容易啦 對 然後這個就是 Max Player 就是 啊 那個人數的設計 那我放25好了 反正 嗯 不是一個叫所以放25也沒關係 然後這個就是 HorseName 就是那個 伺服器的名稱叫小粉 伺服器 然後 這個也是 應該是 伺服器的腳本啊 對 應該是伺服器的腳本 腳本 我看看 然後 這個就不用理 這個也不用理 然後到這個 網站上面 那我們就換上 這樣 看你要有哪一個網站 如果你沒有要網站的話 你可以單數掉 不用寫 然後我打上我的這個 粉絲專頁 忘了 OK 對 我剛剛忘了一下那個網站 然後這個OnSchool 我要選擇 所以不懂是什麼啊 就 這個就不用挑了 然後到最後這個 這個 Max MPC 那 在伺服器裡面是不會有MP MPC的 因為是多人嘛 所以不會有MPC 那我們按Save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發現到有MPC的話 那代表 你的伺服器 真的是有夠強的 可能可以調 那我也沒有調過 對 然後就大概可以 然後就這樣子了 那 那 這個是插件 那我完全不等插件這個東西 所以 不要問我這個東西 因為我上網找到非常非常多的那個 就是 非常非常多的那個 那個 資料都還找不到那個 關於插件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就不打算去安裝插件這些東西 所以也沒有調過啦 那我們到最後就按上 SMP Server 拆掉它 然後 然後我們就打開這個 Send Address 那我是用這個蛤蜊器來就是連線的 所以 你朋友要加入你的網 這個網路 那 我的教學是用蛤蜊器 所以 嗯 你們要去下載蛤蜊器 然後建立 欸 然後你們要下載蛤蜊器 然後就是去 叫朋友連接你的網路 那 你才可以就是 玩到 那個 你朋友才可以玩到 你的那個 蛤蜊器 那我們就按上這個 左鍵喔 左鍵 然後按這個 複製IPv4 位置 那 按上 然後 欸 記得不要關掉你的蛤蜊器喔 然後 開上這個過後 我們就 按打勾 然後 有賠償 那我已經 就是 放在這裡 對 已經放上 然後 我們就 這裡就是那個網上 對 那個你們寫的網上 就在這裡 然後這個 嗯 你們開的時候會出現這個東西 對 出現這個東西 如果你的東西 如果你的這個窗口是被彈掉的話 就代表有問題了 那 第一個方法就是 你沒有關到那個 Windows 那個防火牆 你按上 Ctrl Plan 你然後按這個 System Security 如果你沒有發現 如果你找不到這個 System Security 就按 這裡 按上這個 然後就會找到這個 System Security 那 就按上這個 Windows Firewall 然後就按這個 Turn Windows Firewall on or off 然後就按 兩個人按下面那個 然後按OK 就是解決方式啦 第一個解決方式 那第二個我就不懂了 那這裡有更詳細的解釋 對 然後它的網站 就不是 Hamashi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 我是找 我按了我自己的那個 真實所在的那個IP 我朋友還是連接不到我的書籍 那就有點怪 所以我不打算就是 去用那個 他所教的東西 我就用這個方式 Hamashi 對 因為我朋友叫我用 試試看 就用那個Hamashi 結果就成功連線 然後這裡就顯示 PIN值啦 PIN值 那PIN值越低 就越順啦 越順暢 然後 PIN值越高 就不太順暢 對 沒有錯的話應該是這樣子的 說法 我們就進入去PIN 然後我這裡 這裡看到嗎 這裡 呃就是這個 這個 管理員的這個密滿 那我們打算1 2 3 4 就可以進去了 然後按Connect就可以進去 那我不打算 我不打算進去了 對 然後 等等關掉 關掉 關掉 關不掉 關不掉 啊 關掉了 好啦 那今天的這個 伺服器教學大概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但是我不會回答 關於 插件的問題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關於插件的東西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點一個喜歡 你實際更進我影片的動態 你會了解 你會更 就是更清楚我的那個 動態哦 那 我們下次再見咯 拜拜 記得訂閱我哦